与美人遭儿子呛,逼我活不下去。他人类抱冲突原因,我再也没了笑容。 一人与美人上节目大聊亲子话题,他透露某一次与儿子起了争执,双方一句我一句,儿子还大抓狂直接呛你逼我活不下去。与美人表示他当下听到这句话,直接心碎,秒回儿子我会因为你这一句话,我再也无法有笑容。 根据爱偷的星光云报道,卫视中文台,请问你是哪里人,邀请了季琴,屈中恒等人聊聊孩子教育问题,主持人与美人首先透露,当年奶派刚上市,我就拿了一台给儿子玩,但我先跟他约法三章一定要能克制自己,他也答应了我才给,我跟他说只能玩两个小时。 但他一玩超过四个小时,让我相当生气。 于是与美人就念了,儿子原来你是无法自我克制的人,儿子一听也会呛对,我就是没有办法克制自己。 让与美人大怒把iPad给收回隔天过后,儿子先是主动跟他道歉,表示已经反省知道态度不对,但要求于美人再把iPad给他玩,于美人认为儿子还没学会克制自己,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。 没想到儿子已听到与美人不给他玩,整个抓狂跳脚不满的呛好啊,你逼我走上绝路,我走了你就高兴了吧。 与美人听得相当难过,忍累回儿子为什么你走了我会高兴,我不会高兴,如果你走了,我的人生再也没有真正的笑容,我感受不到这世界任何的美好,因为我失去了你,我会对你一生的思念,啃食着我的内心。 充满穷瑶式的回答让儿子瞬间也哭了出来,并承诺我会好好活下去,两人才化解了冲突,亲子教育一直都是许多父母头疼的问题,与孩子若有争执时,到底该如何沟通也是一大难题,当爸妈真的很不容易啊。 儿子这句话真的好伤妈妈啊,不过与美人的回答真的好穷瑶,佩服在当下可以这么理智说出这段话。